臭豆腐是一道积区特色的中华传统小吃 其闻起来臭,吃起来香,令食客回味无穷 2023年,随着湖南臭豆腐冷炼玉制菜实现首次出口 打开北美市场 来自湖南的臭豆腐在北美及大洋洲地区逐渐走鞘 已卖出约2000万片 瞬间临近,记者来到位于湖南湘潭的臭豆腐出口加工车间 只见入油锅现炸出来的臭豆腐 经传送带易油运送至液氮速冻机快速冷冻锁先后 被工人们打包称重,装箱入冷库 等待发往北美地区,登上当地侨胞的中国年穿桌 现在迎接群聚的时候是最弯性的 而且国外进展是很火爆的 我们今天是还在加班间点 我们连续三天我们都每个客户加班了 整个华安餐厅,华安超市,销点很大 湖南臭豆腐冷炼玉制菜出口加工企业负责人 王兴壮告诉记者 此前,其接出过多位回国取经的美国华人餐厅和华人超市负责人 他们希望能将臭豆腐引入美国 但由于地域性原因导致发酵效果不尽人意 一直未能成功 这让生根豆制品行业多年的王兴壮嗅到了商机 有了市场资源后 如何将臭豆腐既符合海外食品行业标准 又保留原汁原味运抵美国 成为王兴壮面临的两大难题 经多方学习考察 他最终想到了用液氮快速冻住现炸出锅的臭豆腐 而后全程冷冽运输储存的方式 来第一时间锁住臭豆腐的鲜味 与此同时 当地海关了解到王兴壮有出口臭豆腐的计划后 一起组织骨干专家收集海外豆制品 油炸小食等相关标准 送政策上门 提供从质量安全管控 出口食品生产企业注册备案 报官报检 拟质证书通关物流等一条龙服务 在海关的协处下 王兴壮成功扣开北美市场大门 由于其运用了液氮索鲜技术 海外顾客购买臭豆腐后 精简单复杂 即可还原成地道的湖南小吃 深受当地华人市场欢迎 在客户的口口相传下 作为目前湖南唯一出口抽豆腐冷链浴吃菜的企业 王兴壮公司的订单蜂拥而至 海外新客户也越来越多 整个2023年我们驱口到了美国 加拿大 新西兰 澳大利亚 然后英国等13个国家 整个国外的华人市场 对湖南的臭豆腐 还是认识都很高 2024年 我们想开发欧马亚的市场 实现有华人地方 就有我们湖南的臭豆腐 好 全都很高兴 2 4 5 3 4 4 7 7 7 6